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将历史性的画上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 从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从民族地区到革命脑区 习近平一路风雨 脚步不停 看基础设施 看公共服务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着眼大局 精准定位 精准部署 确保在全面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陶陶干江 微微井冈 在这里点燃的星星之火 为中国革命开辟一条成功之路 培育新火相传的井冈山精神 2016年 金刚山市神山村 还是一个贫困村 农历小年 习近平来到神山村考察 老区在全国建小康的征程中 要重复前进 一个也不能少 习近平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 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那是不完整的 加快老区发展步伐 使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党中央发出了冲锋令 我们井干老区人民 就应当像当年祖辈先辈一样 透露到这场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 扶持我们养养啊 还有就是种那个黄菊花 我家里大概是九万块钱的收入 饮水思源 不忘老区 针对革命老区的特点 广大党人弹果以党舰引领精准扶贫 确保真正帮到点子上 扶到关键处 2017年 井冈山成为全国建立贫困退出机制后 第一批摘帽的贫困县之一 革命老区建设发展步入快车道 昔日的穷山村变成了如今的美丽乡村 独龙族 世代生活在高丽贡山壮美的峡谷中 改革开放后 政府为独龙族统谋修通了一条公路 但每到冬季降雪 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道路就无法通行 为了让道路四季通畅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高丽贡山 在雪线之下打出一条隧道 2014年4月 这条七公里长的高原隧道正式贯通 一个民族的历史由此改写 几位独龙族乡亲写了一封信 向总书记报信 很快得到了总书记的批示 青春 merk 江浅 江浅 成人 泡墙 礼翴 天 诱敞 智雅 种枝 weet 失心 谢谢 belo 实际上我们见面并不默现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种书信的往来 这个独龙族呢 这个名字就是周总理起的 那么 6900多人 这个人口不多 但是呢 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啊 56个民族 大家庭的平等的意愿 全国56个民族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都要呢全面的实现小康 现在独龙江的虫楼 独龙牛等特色产业风生水起 2018年末 6个行政村整体脱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4亿中国人民一个都不能少 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调研 与乡亲们共商脱贫致富大计 脱贫全面小康 现代化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我们都是携手 并进 这个一件 五千年的祝好文明 也体现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制作的 硬件环境的缺失 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问题 统一标准 统一失策 基础设施全部打标 是实现脱贫指标 全域覆盖的实践要求 甘肃定西 临下等地 古来就有极苦甲鱼天下之称 缺水干旱 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主要难题 2013年2月 习近平到甘肃考察 我尝尝你的水 味道还好 味道还好 水还是比较 习近平强调 要加大对贫困地区 水 电 路 汽 王 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 为扶贫道路创造基础条件 我们发扬人一只 我十只 人十只 我百只的甘肃精神 终于彻底解决了 长期困扰群众的 吃水难 住房难等老问题 让两不愁三宝杖 落了地 生了根 我们会不断地弄达 新型师子 弄死球资加一概 不辜负 做福祉的主头 反正是一国一国 系统部署 系统部署乡村建设 推动公共设施打标 习近平倾注巨大心血 十八大以来 贫困地区基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全部同硬化路 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 深度贫困村地区 通关代比例达到98% 最便捷的基础设施 最普惠的扶贫政策 正在汇集每一个脱贫路上的困难群众 长山各有 阴病制贫 返贫 是一些困难群众脱贫路上的绊脚石 安徽金寨县大湾村 阴病阴残制贫率一度超过50% 2016年习近平到大湾村考察 专程看望了患有慢性病的贫困户 现在他们这个医保的话 能够给他们补助多少钱呢 我们青年给他一条扶贫措施 就是要把他的这个半径慢性病做目录 集中连骗的贫困问题 我们时常会发生的病的问题 残的问题 这个就靠勾底措施 将来一个呢 有的列入低保护 兜起来 不光是农村这样 城里也要这样 习近平强调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 医疗 卫生等条件 切实解决因病 因教制贫等问题 我在河会为安有17年1月10号 又开到 我花了总共是9万8千7百多 自己在河会是斗地一万 这个8万7千多 我报教了 这是国家的好政策 请穿势力别人 进 2019年4月 习近平来到重庆考场 一下飞机就转乘火车 汽车前往石柱县 辗转三个多小时 抵达大山深处的 石柱县中义乡小学 习近平指出 两不愁三保障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义务教育要有保障 十八大以来 国家教育经费 持续向贫困地区倾斜 10.8万所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得到改善 让贫困家庭子女 都能接受公平 有质量的教育 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不让任何一个 贫困群众掉队 不遗漏任何一个脱贫指标 习近平总书界 亲自指挥 精准部署 全国上下同心协力 中华民族 战胜贫困的夙愿 正在 变为现实